今天是節氣中的夏至 今年的端午連假 全台都會非常的炎熱 而且提醒你 這只是夏天炎熱的剛開始 我們這節目講到 今年是一個聖英年 代表說台灣回了迎來 史上最熱的一年 而且在亞洲的印度 早就先感受威力 加明天印度最近有熱浪 才三天 熱死了快100個人 明俊你看現在畫面 就是這個畫面 就是在印度的公路旁邊 你看倒在路邊那是什麼 這個是駱駝啊 熱死啦 駱駝一般來說 你應該是在沙漠裡頭 應該很燙 對啊 又不怕熱啊 但是這是一個公路的貨車時機 經過看到有駱駝倒在那邊 怎麼會這樣 因為真的熱到 連駱駝都受不了了 所以它現在是趕快下車 然後還倒點水給駱駝喝 所以你知道印度 真的非常非常熱 不是只有駱駝 包含小狗 你知道它也都是旁邊有水池 就趕快泡在這個水裡面 因為你在外面 真的是太熱太熱 但熱到現在什麼樣的地步 剛剛明俊也講的 短短三天 一百七十個人熱衰竭死亡 那會導致什麼樣的狀況 導致你看在醫院裡頭 哇 已經熱到 因為現在熱到 他們包含用電也出現問題 所以旁邊還要有人幫忙煽風 所以有人說 這畫面是不是在 COVID-19疫情的時候 導致你可以看到 醫院非常的繁忙 不是 就這短短的三天 因為印度現在已經飆到了 四十四度的一個高溫 是跟過去比起來 平均溫度還要再上升了 五度這麼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 我們不斷再講升一年 升一年在亞洲的這個部分 會導致它的溫度會來得更高 那當然不是只有印度 因為其實在昨天 今天 大家都覺得說台灣也好熱 對不對 尤其今天是夏至 更有這種夏天到了的感覺 那因為夏至是表示說 今天是北半球 白天最長的一天 那當然今天溫度也很高 尤其台灣有所謂的三大熱區 哪三大我畫給大家看 第一個包含就是在整個 西半部的河谷地區 近山區河谷地區 另外還有台北盆地 另外還有花東縱谷這個地方 所以今天的包含在花東縱谷 今天花蓮溫度又來到了37.8度 注意現在也才六月底 對啊 還沒夏天 還沒有夏天 很多小朋友可能暑假才剛開始 或還沒開始放 但是現在就已經來到 將近38度的高溫 所以在接下來溫度 還會越來越熱 那當然明天開始端午節了 端午節真的也是比較偏熱一些 但是明天開始 我們透過地面天氣圖來看 明天開始主要是在 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所以在整個水氣 明天會稍微比較多一點 所以明天在中南部地區 午後熱對流會比較旺盛一些 好可能會下雨 而且這個雨會來的 會比這幾天還要來的更大 所以大家如果說在這個端午連假 你要出去玩的話 中午過後山區一定要特別特別 注意安全 不過從這張圖上 還要帶大家看到的是 在長長這一道自由封面 其實對台灣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對這個中國大陸地區 尤其在華中華南地區 影響就非常的大了 因為對流非常的旺盛 現在看到在河南 明君你看這個畫面 就是因為這種自由封面有這種強的對流 你看大雨承載 把路邊停的這個鄉行車 直接直接衝到這個橋底下 而且是卡在那邊 你就知道這個降雨的狀況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會後面看 這橋子已經壞掉了是不是 還要用這紅線來拉起來 對 因為這一陣子 真的內涝的狀況比較嚴重 所以在中國大陸 下雨的狀況比較嚴重 除了剛剛看到河南 另外來看到湖北 湖北的恩師市 其實也是受到強項雨 你看路上跑的不是車子 是垃圾桶 那其他當然車子 現在也沒辦法跑了 因為通通泡水 甚至倒路也有這種掏空的一個狀況 非常的危險 那另外同樣的 在這個湖北的這個武漢 這個淹水淹道 你看旁邊 這是橋底下 看起來就像水連洞一樣 市區也是淹水淹得非常誇張 武漢是一縣大城 淹成這個樣子 公車上也是 更扯的是在民宅裡面 已經淹道 人家坐在床邊可以釣魚了 你知道這個淹水的狀況 非常的嚴重 那當然現在各個城市 不是說只有外面淹水 屋內也是很誇張 來看到江蘇蘇州 你看 明菊 這個一般來 我們在牆壁上 這個有沒有 這是插座 這是插座 怎麼都流水了啦 就是因為雨太大了 所以現在 怎麼可能會這樣 這雨水滲到屋裡頭去 因為你沒有孔洞出來 那就只剩下這個牆壁上的 這一個插座 變成七孔流水這樣子 那大家想說 這個不會觸電嗎 感覺太危險了對不對 好 那另外 包含在貴州貴陽的暴雨 其實現在也是災情不斷 你光看 你看晚上 很大雷閃電 這是地鐵站 你看一般的這個樓梯 已經變得跟瀑布一樣 完全是瀑布 包含旁邊這個店的手扶梯 同樣也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在現在包含貴州貴陽這個地方 其實降流狀況 非常非常的嚴重 地鐵站這樣一煙 等於說交通都大打結了 而且很多市區 其實水煙極凶 你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深 那同樣也是在貴陽 其實有一家餐廳 現在這個突然的暴雨 下下來之後 你看大家原本在吃飯 結果現在怎麼樣 腳把它伸起來 繼續吃 不躲 不躲雨 最近真的太長煙 因為太長下雨了 所以網友就開玩笑 講說明君 我們有時候講說 結婚吃這個流水席 這個是真的流水席 下槓的流水席 下面的水都在流 而且這個淹水 一淹淹四個小時 大家也都是坐在這邊繼續吃 習以為常 也覺得滿悲情的 對 所以你知道 在今年其實在中國大陸 這一個暴雨 極端氣候 導致了這種淹水的災情 現在開始 民眾當然也是受不了 但是好像也開始慢慢習慣 因為今年的這種極端氣候的現象 真的是比往年還要來的更多 也更嚴重 可是看來華中到華南 現在只要一遇到下雨 中國大陸就是豪雨成災 難道沒有什麼治水的方式嗎 好 當然有 因為其實在這個中國觀察到幾個省份比較特別 包含像是在雲南 在貴州 在四川 他們 明君你看 他們在這個橋底下掛了一個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把劍 你把劍 你看有沒有像武俠氣片一樣 有沒有 一把劍就掛在橋底上 真的嗎 所以我去這幾個省份 喬一下都有掛劍 對 所以你就覺得說 為什麼這邊要掛劍 你去問當地人 當地人會跟你講說 美女我告訴你 這個是我們為了要防止洪災 防止這個洪水 把橋樑給沖斷 那你會覺得說 這橋底下掛一個保健 怎麼有辦法去防止洪災呢 原來這是跟中國農村的一個傳說有關係 這個農村叫做走礁化農 什麼意思 過去呢 其實在講就是說 明君你看水裡頭 有沒有一個常常的東西 在動有沒有 有有有 像蛇一樣的東西有沒有 這個就是民眾用手機拍下來 那當然有人想說 這個那麼粗 會不會是水管或什麼之類的 中國的農村是這樣講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講說礁 這一般就講蛇嘛 對不對 蛇它慢慢在煉化要成仙的時候 它會變成龍 但是問題是它從原本山區 它要到一個更大的地方 讓它修煉成龍 它怎麼辦 它從河流往更大的河 或更大的海那邊 有更大的空間讓它來煉化成龍 那怎麼樣呢 我沒有辦法從山上到海裡頭去 所以它就會開始招致 這種閃電 暴雨 雷擊 希望可以雨下下來 變成洪水 可以把它從這個地方 沖到水裡頭 沖到更大的河流 更大的海洋去 所以人家講說這個叫走礁化龍 但是民眾就會 這些居民就會想說 問題是你要造成這些洪水洪災 會導致我們受災 我們農田怎麼辦 我們潮梁怎麼辦 所以才會出現在這個橋底下 掛一把寶劍 人家說這個叫做斬龍劍 就是為了避免你想要從我這邊渡過 造成我們洪災造成我們橋樑 這個沖毀門兒都沒有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習俗 但是說穿了你以科學的根據來看 今年就真的是因為極端氣候 這個對流比較旺盛 那當然你回過頭來來看 當然現在你說像中國大陸 退根還林 水土保持不好 當然極端氣候造成災情就會更加嚴重 那極端氣候除了中國之外 包含在美國最近也是 尤其是來到了這個龍捲風的一個旺季 明君你看這個畫面 透過縮時你看 這是在龍捲風成形之前的一個漏斗雲 你可以看到在空中不斷的旋轉 而且瞬間 這是很大很大的龍捲風 暗沉一片 那透過這個縮時你就知道說 這個龍捲風在成形的過程當中 其實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那其實最近包含是在佛羅里達也好 包含在密西西比也好 其實都有這一種龍捲風的出現 所以你看這遠遠的拍 拍這個龍捲風 有沒有從天連到地上 所到之處 捲過的地方 也造成很大很大的一個傷害 那我們再透過幾個畫面 可以來看這個龍捲風的破壞力有多強 來看到在明宅的後院 其實你看原本這邊還有生活有沒有 還有這種座椅 你看見過龍捲風一來 有沒有東西幾乎都被吹掉了 而且你看那個火還沒熄掉 這如果到時候捲上去捲到其他地方的話 會引起火災耶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講說 龍捲風來得非常快 來得非常急 讓你根本措手不急 那除了明宅之外 你說在一般道路旁邊 你看喔 這是原本也是風和日曆 但龍捲風一來 旁邊的燈桿就直接被折斷了 然後旁邊的樹木也是 旁邊的車也是 樹倒下來也都會壓到這些車子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 龍捲風的這個威力 大家都看到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現在剛好又是龍捲風的季節 在墨西哥灣這個地方 現在看起來有1600萬人 都要面臨這樣嚴峻的挑戰 而且我們知道墨西哥灣這個地方 又是比較熱的第一地方 接下來龍捲風完之後有什麼 有颶風 所以就覺得非常非常的頭大 那看到墨西哥最近你看喔 這一個畫面從家裡頭看過去 明君你看 外面草皮上 馬路上 對面的房子的上面有沒有 全部黑鴨鴨的是什麼 都是鳥嗎 都是鳥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鳥 為什麼牠停在這個地方 其實牠們原本都是在沿岸邊 要找東西吃 那現在為什麼要繼續在這邊 因為沒東西吃了 因為今年就是受到 這一個聲音線上的一個影響 所以原本在海表面的這一個 這一個魚群 因為太熱了 所以牠們會往深水的區去走 所以變成鳥我們都沒東西吃了 牠們沒辦法在海面上面捕魚來吃 因為牠們飛下去從海面上 因為魚在更裡面的地方 對 所以之前很多海邊的這種海鳥 通通都暴斃 原本以為是中毒 結果沒有 是因為氣候暖化的關係 沒有魚可以吃了 所以現在開始 生態的狀況也開始出現問題了 那另外來看到尼泊爾 在最近也是因為暴雨 引發了一個土石流 現在至少造成兩人死亡 28人失蹤 那為什麼尼泊爾會這麼嚴重 當然最近 最後一場是一個 像另外尼泊爾最近是積極的 在發展道路的一些設施等等 那當然你這個土石 水土保持沒有做好 就很容易天災一來 水一來就發生這麼大的一個威脅 那另外來看到巴西 同樣現在也是受到 溫帶氣旋的一個影響 所以同樣也是引發暴雨 你看這個淹水的狀況 車子全部都卡住 那現在至少已經有11個人死亡 而且有3000多人被迫要離開家園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講到說今年是盛陰現象 兩大重點 第一個亞洲剛剛看到印度非常熱 會有熱浪 包含今年的亞洲也是 那另外東南亞也是 但是在美洲這邊 也就在東太平洋這邊 要面對到的就是比較潮濕 比較容易有洪水 比較容易有更強的一個颶風 容易有暴雪 所以在今年在包含美洲跟亞洲 會是截然不同的天氣形態 那當然極端氣候帶來的威脅 今年只會越來越嚴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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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